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条是真命 命是讲我们生命 我们人合在这个世界 一定的要懂得摄身 怎样来养活养我们的生命 养生之道 圣人说得很多 而养生的方法 那就太多了 我们今天所谓的是 这个社会上 十十多多的行业 诸节里有一句话很重要 常知知足 助于清净真命苦 所以人 如果要让自己身体健康长寿 远离疾病 那你就得要懂得养生之道 这在佛法里头 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圆满 生命的真理 或者我们说 生命的原理 是什么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 从心想生 生命的原理是什么呢 念头 真的想什么 它就变什么 所以佛家的修行 你看看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他的总纲领 都是在观想 我们天天想佛 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 想菩萨 就变成菩萨了 社法界从哪里来的 心想生 我们天天 都佛经 天天想经典 这是想佛 一佛念佛了 一根念都是想 天天想佛 不知不觉 自己就做佛了 天天要是想 这个世间 五余六成的享受 财色 明事 睡 想这些东西 探索这些东西 人就变过鬼了 鬼是什么原因呢 鬼是坚贪 这个思想 变现出来的 所以人这个坚贪心 很重 贪民 贪财 贪色 他就变过鬼嘛 世间一般人家 人死了都做鬼 这个话是错误的 至少有六道嘛 人死了到哪一道去 不仅仅都做鬼道嘛 但是 仔细想想这个话呢 也不无道理 为什么原因呢 人都是贪心中 贪心变过鬼 成会躲地狱 欲吃便出生了 常常想无界十善 人道 的人生 上品的 十善业 天道 所以 一切法 重新 想身 那我们 如果要想身体 好 想身 不要想物 行善 不要造物 身体就好了 身 是我们最亲近的 第一个物质境界 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 是心做主 不是身做主 这个身是物质 物质是附带 物质从哪里来的呢 物质从心相生 这个 大乘经教里面 发象 为实 讲得最透彻 物质 从哪里来的 这阿赖耶的相分 阿赖耶的相分 是从 见分 变现出来的 见分 是念头 念头是什么 念头里头有一种 坚固的执着 执着就变成物质 这个本来没有的 幻化的 所以 见分 是属于精神 相分是属于物质 见相同源 语言是什么呢 语言是自振分 见相同源 换一句话说 物质跟精神是一元 是不能分的 这个跟哲学类的说法 不一样 所以欧阳经 无奖 佛教 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它是教育 它是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我自己是怎么来的 佛法 无非把这个真相 给我们说明而已 所以它不明信 花音见相说 唯一心缩写 唯一时缩写 这个说的简单 说的哎哟 新现象 但是这个像呢 千变万化 受法界 一阵庄严 那是变的像 什么能力 让它产生 这样复杂的变化呢 实 实就是想 就是心想 所以从心想生 我们一个人 生在这个世界 多渐成年了 成家立业了 有了儿女了 儿女长大了 再看到你的孙子了 自己就天天在想 我老了 你看他都叫我 公公叫我婆婆了 你为什么会老啊 就是因为你想老了 你看到底下一代一代 我老了 果然就老了 老了怎么样呢 老了一定就会生病了 所以你就会注重医药保险 年轻人把这个疏忽掉了 他不懂得这个重要性 年老的人 他想着 就天天想病 他本来没有病 天天想 什么病都来了 到病 多病的时候呢 就想到 哎呀 我什么时候要死 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通通是从 心想生 如果你要把这些妄想 统统丢得干干净净 你就不会老 你也不会生病 说老实话 也不会死 都是一个念头的问题 所以这个念头叫妄念 错误的念头 你为什么不像佛呢 为什么不像菩萨呢 佛菩萨不老啊 中国一个谚语常常说 菩萨菩萨年年十八 那佛菩萨不老 你想菩萨多好呢 你就不老了嘛 所以这是个观念的问题 养生之道 首先要把自己观念 搞正确 不要把念头搞歪了 搞错了 那吃亏就大了 至于生活呢 最重要 知足 知足常乐 人生在世 要快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活比一天再玩 愁眉苦临 愁苦 是病态 容易老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讲 悠难使人老 那么换一句话说 喜悦 人就不会衰老 常生欢喜心 你就不会衰老 要常生欢喜心 欢喜心从哪里生呢 知足常乐 所以人一定要知足 生活越简单越好 饮食越少越健康 为什么呢 营养全部吸收 这个身体器官负担很轻 现在人 尤其是 这个这个 所谓开发 国家当中 人民比较富裕的 饮食齐聚 都过分 不需要吃那么多 他吃太多了 碳 是个碳子 所谓是 病从口如 饮食本来是 养生 一种方式 但是 你如果是 贪了 过分了 这就变成病 这不可以过分 修道人 他懂得 养生之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的僧团 日中一世 身体健康 吃的东西非常简单 现在在中国大陆 农村里面 非常贫苦 但是人健康长寿 八十九十 一百多岁的 很多 许多外国 专家学者 到里面去调查 找不到原因 看他们日常生活习惯 看他们吃的东西 好像都没有营养 为什么他们健康长寿 澳洲也是如此 澳洲农村里面 八九十岁 一百多岁的人 很多 我曾经去访问一个农村 他们在那里 让我给他们讲一点佛法 在听众里面 很多 都是 九十以上的人 身体非常健康 一点毛病都没有 走去路 那很清快 那我看到非常欢喜 他们 他们确确实实 虽然没有听过八正道 他真的在修八正道 非常喜欢佛法 问他信什么教 信基督教 很喜欢佛法 很喜欢听 只有我们乌林寺 到那个村长里 讲了不少次 每一次在那边讲 他们知道了 有很多开车 开好几个小时 非常难得 所以他们 这个 养生之道 是纯真 正命 正命里头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 我们选择 谋生的行业 要对社会众生 有利益 这是真 决定不能够 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 那么由此可知 但是 杀生这个行业 不是真命 这是邪命 国报很可怕 你在造作的时候 不知道 国报现前 后悔莫及 我们只要 冷静的去观察 图后 杀猪 这个行业 到他老的时候 你看他的那个形态 就像一个猪一样 死的时候 跟那个猪被杀死的情况 很相似 他到哪里去了呢 一生 心也好 做人也好 但是他从事这个行业 他到出生到了 剁猪胎去了 剁猪胎还债 你过去杀多少猪 你也要被别人杀多少次 这邪命 现在 在外国 外国人喜欢吃鸡 喜欢吃牛羊肉 我们看看 那个炸鸡 从事这个行业的 他说 养的小孩 就像鸡一样 你仔细看 很可怕了 因果实在讲 就在眼前 而是粗心大意 没有发救 如果很冷静的观察 你立刻就发现 果报原来就在眼前 逐渐逐渐在形成 你说多可怕 上身的行业 不可以做 偷盗的行业 不可以做 邪淫的行业 不可以做 这都属于邪命 不是证明 证明的标准 一定要随身 神教 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 我们遵照佛陀的教诲 选择谋生的行业 最殊胜的证明 往往啊 我们世间人所讲的 清高 清 清贫 所以讲知足 清贫知足 我们才能真正的 断贪嗔痴 如果 不能够甘心 忍耐贫苦 忍耐贫苦 忍会震张贪心 从贪心 连带起来的 贪嗔痴慢 全都起来了 贪是根 所有烦恨 所有烦恼的根本 唯有知足 才能把贪心 扶住 人只要没有贪心 这个 秤迟慢 都容易控制 你才能 扶得住 扶得住 烦恼 确确实实 能保持自己的 身心健康 所以健康第一个因素 是心清净 我们今天 总结 佛法修学的纲礼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如果诸位 能这样用心 决定健康 长寿 不必向外求 一切都从内心里头 去做起 佛法是内学 内学就是决定 不向外求 物质生活 非常简单 心清净了 我们所需要 摄受的养分 就少了 这个道理 我是很早 就发现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跟李宾南老居士学教 我学他的生活 他老人家 日中一时 我也学他 我学他的日中一时 我做了五年 我在好像是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才把这个事情 向他老人家报告 我说 我现在学你 吃一餐 多久了 我说 差不多八个月了 他说 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一切很正常 他坐着一半 永远这样做下去 为什么呢 生活简单 可以不要求人 人道无求品质道 生活简单 容易 我跟他提出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我说人 摄受这个养分 养分时 等于说燃料一样 人身体能量的消耗 需要饮食来补充 这是能量的补充 那每个人呢 能量消耗不相同 就像那个汽车一样 有耗油的 有省油的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而能量消耗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消耗在妄念上 对于劳心劳力 那个消耗量很少 老师对我这个说法非常同意 所以 修道人心底亲信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消耗的少 所以一天吃一餐就够了 阿罗汉心底更清净 比我们凡夫清净多了 人家一个星期七天吃一餐 他在经典上记载的 披之佛心比阿罗汉又清净 半个月吃一餐 阿罗汉一个星期出来 脱补一次 披之佛半个月出来脱补一次 他消耗的少了 他一次的补充就可以能 用那么长久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吃三餐 还要吃点心 吃午餐 吃八餐 可见的那个妄想之多 全部都消耗在妄想上去了 妄念分分一夜 这个才是给身体带来的 一身的疾病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修身还是从修心做起 心好了身体就好了 心不好用什么医药来调整 用什么东西来滋补 都是假的 都会补出一身 冒给你出来 所以讲到证明 我们要懂得选择行业 要知道怎样 养心养身 使自己真正得到 健康 长寿幸福 佛师们中 有求必应 你要懂道理 懂方法 好 这个八正道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经里面 给我们总结的一句话 得正知智慧 常心在前 只要正 智慧 就能掀起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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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